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拆这 13公斤的淘宝 这一项是我在10月份的时候在淘宝上下的单 那个时候正好换季 就想买一些比较秋冬一点的衣服 这个视频里所有的东西 包括转运公司 都是我自己花钱的 没有任何赞助 店铺链接的话 我会把一些我觉得还可以的店铺放在下面 因为我买的很多衣服 都是基本款打底衫的一些 所以那个的话我就不放链接或者店铺名了 因为你去淘宝上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得到 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话 我就会把店铺放在下面 这一次转运呢 我还是用我一如既往的Superbuy 虽然大家都说Superbuy的价格有涨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 我这一次转运是直接中国邮政 转加拿大的邮政 价格来说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贵 我这13公斤的东西 加完优惠券 加完积分 所有加起来 最后我就花了600多块钱 对我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时间的话 其实跟我之前的淘宝转运比 它真的很快了 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运了三箱淘宝 也是Superbuy寄的 同样的路线 寄了差不多至少有两个多月 但这一次同样的这一条线路 就只花了一个星期多两天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本来以为这一次 至少我还得再花一两个月来等 没想到它这么快就到我手里了 如果你对我这一箱淘宝开箱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话 赶快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新出的视频 你就不会错过啦 那我们一起来淘宝开箱 它这里给我塞了满满一箱 我们就拿到什么说什么吧 先说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 我记得我有买那些做蛋糕的模具 然后好像仓库有跟我说过 把包装拆掉的话 它有可能会压变形 所以就把包装留着 但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买的两个水杯 这么大 这个水杯得喝死 它把这个包装给我留下了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是塑料的 压了之后它可能会脆 所以它就把这个包装给我留下 这个水壶好便宜 两个只要39块8 它这一个是1500毫升 因为之前我男朋友的妈妈就跟我们说 就是在家上班的话就要多喝水 我就觉得家里的杯子都太小了 我们每一次去厨房 一次次去接水的话 时间浪费挺多的 索性就买这么大的水杯 你这样子一杯泡在那里 你可以喝一天 而且它是这种带有吸管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还要打开来 水到时候打翻 直接拿着吸管喝就可以了 这个还是挺好的 而且它里面是有配这个肩带 当然这个肩带需要研究一下 但是在家里的话是完全不用肩带 它打开来也是很方便 它这个管子不是硬塞在这个里面 它打开来之后就直接这样子 所以直接这样子压下去就可以 这个管子是有一定的柔韧性 它可以压的 像下面的话它是这个样子 这个杯子的话我觉得物美价廉 像在加拿大这边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去店里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 至少打几25加币到30块钱吧 而且还可能买不到自己喜欢的这种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 买的衬心如意 像Severbuy的话它会每一个袋子都给你这样子装在里面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我这还有一个快递盒 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是模具了吧 它这个封条封得跟不要钱一样 封了好几层 我这小刀都划不开了 这个是吐丝盒 这个我觉得材质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 盐上来也是挺有分量的 我这个选的是店长推荐导热性更强 加厚不粘上色更均匀的一个吐丝盒 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到时候会把他们家店铺的名字放在下面 它这个减掉店铺优惠 我到手价就是22块8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不确定它到底沾不沾 这个得到之后用过之后才能知道 所以如果好用的话 我到时候会补充在下面 应该没有盒子了 我们就来拆袋子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黑色长袖的一个内搭 就是我在淘宝上随便找的 因为这种打底衫的话纯色的 所以无所谓哪家店铺 这个 这是我买的这个打底裤 它这个不是加绒的 是正常的这个面料 也是冬天穿的 这个我也不放店铺名称了 因为也都是这种基础款 这是我买的一件小上衣 秋冬可以穿 但是它这个质量不是那么的过关 它有一些线头在这边 所以你们能看到这个领子边上 这个线头 像它拉链这边也是有这种线头 这个我也不放店铺名称了吧 这个线头都露在那了 我到时候会把上身的图片放在旁边 这是我买的一堆帽子 我这次买了超多顶帽子 应该差不多有七八顶吧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都特别爱戴帽子 像冬天的话 就是出门买菜 直接一个帽子戴上就可以了 嗯 这个还可以 它这个上面是有这种小闪片的 太阳光照下来的话会比较闪一点 但是平时日常的话就会比较低调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然后反面的话是这种塑料的这种扣 不是那种粘性的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 简单又可以随便搭 你穿个设衣出去都可以戴它 这一个也是纯色的 这种大象白主白色 不是纯白的 这种也是比较百搭一点 我买帽子都是为了出门买菜带的 或者逛街的时候 我比较想邋遢一点 就什么妆都不想化的话 戴个帽子挺好的 这也是一个纯色的 它唯一的设计就是 边边这边有一个M就没有了 也是很简单的一顶帽子 它这个帽颜的话 就特别适合我的脸 因为我是比较圆圆脸的 像欧美这边 它们戴的平一点的棒球帽的话 戴在我头上都特别的丑 所以我一定要买这种适合亚洲人的帽子 这种的话在这边其实挺难买到 下一个也是这种纯黑的 它这旁边有一个OPAS 这个 也是特别简单 那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帽子的话 你需要好好搭配 这个紫色也还不错 它旁边这边是Sunday 我之前也买了一顶这种紫色的帽子 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这种紫色的话 它不会显黑 它比较显白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还有这么多顶帽子 我家里面的话 我们现在有差不多十几顶帽子吧 十二三顶 然后这一次的话我又失心疯在淘宝上买了这么多 这一顶是粉红色 上面有一个这个Why Not 也是特别的可爱 比较简单吧 对于年纪大的我来说 需要这些简单的 这个上面就是一个笔芯 就啥也没有 这个白色其实我有纠结过要不要买 然后想想 好像是因为要凑包邮吧 然后我就买了 而且这一顶的话就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可以一起戴 像那些比较紫色粉色的这些的话 就只能我自己戴 但这种黑白的话就跟我男朋友可以一起戴 然后是两顶鱼肤帽 这两个 哇 这个还是可以的 挺可爱的 它这上面 这上面写了个什么 我看不懂 我的头其实算中等偏大的 所以一般的鱼肤帽的话 要么戴我头上太大 要么戴我头上太小仨近 但这个size就这种好好 还有一个紫色的 也是同样的紫 看不懂 这个鱼肤帽就比较薄 它不是说那种材质特别厚实的 不像Adidas那种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随便日常戴一戴 你不要太计较它的质量 你就看它的设计 或者戴上去好不好看就行了 像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好像现在挺显白的吧 感觉我在相机里是白了一个度 看我这件小衣服 木木家韩白女装里买的 它这个衣服很好 设个扭扣 就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完全看不出这是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 而且它这个整个边边都没有什么线头 唯一的线头就在这里 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线头 所以我觉得质量来说的话 好像还过得去 啊对就是我的运动内衣 我之前有在这边买过那些运动内衣 但是都太大了 我就算买了S号 也不是说对亚洲人的这个胸型很友好 所以我就想说淘宝上去买一个 它这个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牌子 我就随便搜的 然后也是前面这边有拉链 可以这样打开 因为我现在在用的那个运动内衣的话 就是前面有拉链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 护下来的话都比较方便 不会说出了汗 粘在背后就护下来 这是我买两面打底衫 就完全很适合冬天的这种紧身一点的打底衫 没有任何设计 上面就是这种竖条纹的 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的话你穿在里面 外面套一个外套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方便在五分钟之内出门 这个是我给娘娘买的小衣服 这个垫名叫西皮狗 它这个包装上这个好可爱 有一定的设计 这个好好呀 然后是我给娘娘买的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是这种小老虎 这个好像买大了 我是按照它那个上面的尺寸买的 但是好像有点大耶 感觉好像娘娘需要再过段时间再穿吧 我到时候会试一下给娘娘穿着的衣服 到时候会把图片放在旁边 这个 这个沉甸甸的我一摘我就知道 是我买的做蛋糕做巧克力的一种模具 都是这种龟胶的 这个是美人鱼尾巴 这种海星的 这个是英文字母的这种 这个是羽毛的 然后是两个美人鱼大尾巴 这种东西在加拿大其实是买得到 但是太贵了 可能一个这个字母的 它就要五六刀 换成人民币就要三十多块钱吧 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如果我投我急运的话 这一个东西可能就十几块钱 而且它主要不是那么的重 急运过来的话也不会太占重量 就索性寄过来 这个是什么 看上去也像是打底衫呢 是这一件 这样子的一个小T恤 小上衣 它主要的设计就边边这边是写过来的 这件衣服质量 还可以就是有一点点小线头 也是这种比较简单的一个设计 这里面 哇 好合的衣服 这件真的是我买的 这件好像没买过收买吗 这个 这好像没买过这件衣服 还真有 好吧 但是 看上去感觉跟图片有点不太一样的 它这个也是有一点线头 就让它去吧 我倒要剪一下 这是一个马甲 我怎么感觉像邵立荣穿的那件马甲呢 感觉跟图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它这儿还有一个比较 劣质一点的 这种皮带 这个真的不能用 到时候我就自己配一个皮带了 看一下它的上身效果如何 OK 这也是一个打底衫 是这种 有一点点小领子的这种打底衫 这种打底衫 其实在加拿大的话挺难买 老外都不穿这种 这一件的话 其实跟前面两件红色是一样 都是这种带竖条纹的 OK 这是我买的其中一条高腰裤 就这种高腰裤版型的话 应该会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 老外的那种高腰裤 是腰那边适合了吧 屁股那边不适合 屁股那边适合了吧 腰那边不适合 就还是不是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种 这个又是我给女人家买的小衣服 因为我觉得冬天了 看她老缩在这种毯子 然后我就担心她是不是冷 这个上面写着 我妈超正 就特别可爱 而且它是这种透气的 不像刚刚这个是比较这种棉质的 里面是加绒的 我觉得女人家穿这个应该会被热死 但是这个是这种透气网子 有点像篮球衣的质地 这个的话我觉得她可能应该会喜欢 这次我在淘宝买了一些做蛋糕的那些小模具 老外这边最小的是六寸 没有比六寸更小的 但是六寸的蛋糕 其实对于我跟我男朋友来说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大 再买小一点 这个应该是四寸的这种 这个好小啊 它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 一个小爱心 还有一个这种圆形的这种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应该是六寸的吧 我之前在这边的Michael's有买过这一个六寸的 那一个六寸差不多要十几刀 还是挺贵的 重点是我那时候去还是买了最后一个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还是中国的大淘宝是最好的 排四衣服 我真的买了好多衣服 这是什么 怎么有两个袖套一样的东东 好像是系在哪件衣服上的 好奇怪 我买了一些这种T恤 这上面是这种小猪开派对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种 就是看到T恤了还是有那种心想买 这个就是比较正常 旁边就是一个What 这个衣服就比较长一点 但是它这个好像脸太宽了 会显不出这个腰身 得系在裤子里 这一件的话就是很简单 两个眼睛就没有了 刚开始这个袖子好像是系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样做一个设计 好奇怪啊 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个袖子 这个衣服还是 我需要研究一下 上一次应该是今年年初吧 我有买过两个围裙 但是用了之后发现质量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这一次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稍微质量好一点的吃饭要紧 这一个 然后它旁边的话是有这种毛巾布的 所以你手势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测量一下 也是不错的 中间有一个这个口袋 而且质量真的还不错 它这个有点像是加厚的雨衣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不错 很适合给我男朋友用 这又是个牛仔裤 也是这种高腰的 我这一次只买了高腰的牛仔裤 因为紧身收腿的那些牛仔裤的话 我有很多了 我现在就缺这种高腰版的 这种高腰版的国内的版型是最好的 也是这种很简单简约的 完全没有任何设计的一个高腰裤 再来这又是做蛋糕的模具 一个是我买的四寸的这种 它是里面有四个 这个是六寸的 也是有四个 它另外做彩虹蛋糕的 不过这个四寸是真的有点小 它就我手掌这么大 这个可以做那种比较韩式的饭和蛋糕 这是个裙子 就是一个这种比较上班族的一个裙子 它这个上面就是这种闪的这种纸 感觉像穿一次性的那种 或者一个季度 反正也不贵就试试 这个就是湖蓝色的这一个毛衣 在照片上看还挺要看 这个感觉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 你可能里面得穿一个小背心 得穿一个内搭 但我这种皮操肉厚的话就很随意了 又是一堆T恤 很简约的一个灰色T恤 这个是一个下雨 之前我有买过它们晴天打雷多云 应该是有五六个吧 然后差一个这种多云下雨的 这种衣服就很适合穿去上班 人家看你衣服就知道尖了什么天了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卡通T恤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买它 可能我就看它这个卡通比较可爱吧 这是一个 哎呀我为什么要买这一件 好奇怪哦 感觉像是给小孩穿的这种衣服 不知道啊 如果不好看的话 我到时候可能就拿来当睡衣传吧 又是一个高腰裤 感觉我这次买了高腰裤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它就是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稍微有一点点小心思啊 像这个这边有一个剪裁这样 其他的说实话 高腰裤都一样 OK这也是一件打底衫 这个是一个V0的打底衫 就是这种酒红色 这种的话冬天穿在里面 就直接这样就可以出门 而且这个颜色很显白 你看这样子 是不是有的很显白 这怎么还是一个T恤 哦还是一个T恤 跟前面那一件一样 换了个颜色 我的天 我到底买了多少件这衣服 这是个灰的 然后也跟那个是一模一样 连字都没有变过 我一个版型买了三个颜色 我是疯了吗 下一个也是这种V0的这种 雾霾蓝的打底衫 这种的话应该也显白了 好香 终于拆到最后一代了 我这已经快炸了 这里也是一个高腰裤 女人真的很奇怪 喜欢阴阳东西的那个时期 就疯狂满了一些东西 我那时候下单应该属于一个疯癫状态了吧 我自己都有点看不懂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长袖一点的薄卫衣 这种比较浅橘色的 我现在买衣服都是看哪个颜色显白在买 像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衣服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买它们 OK 今天的开箱 满满一箱子全开完了 我在这已经快下不了脚了 我的面前乱成一团 我要叫我男朋友过来帮我一块收拾了 那今天的淘宝开箱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下面一键三连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话 赶快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新出的视频呢 你就不会错过啦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Oh my god 有点遥远 拜拜